當然沒有道理 我這麼優秀 來來來 左冠婷 你那張舊 生氣 生氣 冷靜喔 你要站起來沒關係 但不要離開棚 拜託貴啊 你不要掏兩千塊出來 我跟你講 我沒有帶錢 你們知道我的罷免粉專成立是什麼時候嗎 是2020年6月7號 6月7號是什麼日子 是韓國瑜被罷免的隔天 韓國瑜被罷免隔天 就開始了 當時寫罷免陳柏惟 博也寫錯 我也寫錯 然後以後叫制圖 結果陳柏惟博也寫錯 說這個叫報復性罷免 好啦 報復性罷免當時發生的這個名詞是什麼 是因為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我黃姐林昌左面臨罷免嘛 就是說我們有了這個 可能跟韓國瑜不同立場的人 把韓國瑜拉下來 那個數字都超過陳其邁得票 那怎麼會把那個抹成民進黨 他們就跑去找黃姐實任無黨 林昌左當時無黨 陳柏惟當時台灣激進 他早是三個人罷 這叫報復性罷免 請問一下謝國梁之前是誰被罷免的 民進黨是哪個人被罷免的 是哪個人跟這個謝國梁 一對一桌對廝殺叫報復性 對不對 沒有啊 現在根本沒有三網是 你如果說一報一報的話 那之前不是結束了嗎 我跟韓國瑜對調了啊 那現在咧 再講一次你的卡式是什麼 三都市長候選人 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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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酸領匣 業員之委 還有戰鬥男的領袖 趙少康 這個都算過得比較好 過得比較不好的是誰 誰 兩都副市長現任的喔 你有沒有看到 右下角鄭照星 你有沒有看到 來 右邊第二張林毅華 你有沒有看到 有欸 右邊第二張 這是林毅華嘛 對對對 鄭照星 你都混的插的都當直轄市副市長了 你知道我一瞬間我就像個滷味一樣 既好吃又可以當樓梯走上去 你是他們的養分 你那個時候不來的都不叫國民黨啊 沒有你那時候是他們存在的食糧 我跟你講我是真的沒有難過 那個當然那個過程會有情緒 但是結束了之後我自己知道吧 你好偉大 算不上你 你根本根本哪有這些 你們你真的以為 你們這些人去那邊有幾票 你們有種這些人給我退檔 然後去跟顏寬人選一場看誰會贏 我被罷名就這個原因就是 得罪顏寬人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很把GAP 他的怕數量實力不如人家 四十年經營對上一年十個月 我們就力求精進再次來就好 可是啊 這些人很噁心的是 我跟你講實力上輸就輸了 我打輸楊基隊 我打輸顏寬人輸就輸了 對 關你們什麼事啊 對啊 然後事過今天之後 先讓民進黨介入謝國良 民國一國挑出來 你們民進黨要把罷免禁事 是要掛錢 要偏地瘋狂 我聽你在拔撲 如果你這樣子講是對的 如果民進黨罷免國民黨叫偏地瘋狂 你當初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輸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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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啊 OK啦 等一下 老婆來 謝謝 今天通告費加兩千好不好 加兩千我自己給好不好 加兩千 當然沒有道理我這麼優秀 來來來 左冠婷你那張就 好 好 生氣 生氣 好 冷靜喔 你要站起來沒關係 但不要離開棚 拜託貴啊 你不要掏兩千塊出來 我跟你講我沒有帶錢 我講邏輯啦 趙少康講的話嘛 趙少康自己講的話嘛 那我們就看趙少康 趙少康這是他當時在罷免我的時候 去參加的這個什麼罷免之夜 那他提了幾個理由嘛 第一個叫做什麼 當的時間太短 結果看一看我的時間也很短 你們知道我的罷免粉專成立是什麼時候嗎 是2020年6月7號 6月7號是什麼日子 是韓國瑜被罷免的隔天 韓國瑜被罷免隔天 對 而且當時 就開始了 當時寫罷免陳柏惟 博也寫錯 唯也寫錯 他自圖 結果陳柏惟的博惟寫錯 2020年6月7號 2020年6月7號 我立委當多久 當5個月 比現在的立委當的時間還要短 比現在這一屆立委 就任的時間還要短 他們那個時候就要罷免我了 所以時間太短不是理由 第二個他說什麼啊 他說這個政見還沒有實施 政見還沒有實施的原因 是因為他四年沒有當完 四年當完要罷免什麼 你是沒讀書還是怎麼樣 趙超康你當媒體名嘴 你是笑死了 你還副總統候選人 那第三說這個叫報復性罷免 好啦 報復性罷免 當時發生的這個名詞是什麼 是因為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我黃姐臨場所面臨罷免嘛 就是說我們有了這個 可能跟韓國瑜不同立場的人 把韓國瑜拉下來 那個數字都超過陳其邁得票 那怎麼會把那個抹成民進黨 但是反正就是民進黨加上很多中間的選民 把韓國瑜拉下來 但是韓國瑜輸不起 輸不起之後就找三個小黨的出氣 因為他們也不敢處理民進黨 他們就跑去找黃姐 十任五黨 林長佐當時五黨 陳柏偉 當時台灣基進 他找是三個人罷 這叫報復性罷免 請問一下謝國良之前是誰被罷免的 民進黨是哪個人被罷免的 是哪個人跟這個謝國良一對一 桌對四殺叫報復性 對不對 沒有啊 現在根本沒有傷亡是 你如果說一報還一報的話 那之前不是結束了嗎 我跟韓國瑜對調了 那現在咧 所以趙超康也不過就講三個理由 這三個理由 沒有一個理由是正常人聽得懂的 那講權謀一點嘛 小平凶的講法一定就是 這個是民進黨要搶貪頭跑各方面的 我跟你講你趙超康講這種話 我都還遵你是條漢子對不對 至少是人話 可能有人要搶位置幹嘛 可是你講的理由根本都不是理由 而且這三個理由在你當年根本都講錯 最後我要講一件事情 你們一直在指控民進黨 什麼叫做民進黨發動罷免 昨天我看那個 拆糧行動的團隊 他們介紹說我們週末有個活動 邀請大家來參加 大律師洪三雄律師 對 洪三雄律師有入黨 我是不知道 然後他的卡司是洪三雄 潮興成還有洪三雄的太太 也是很知名的人權律師 學運領袖前輩 陳寧玉 陳寧玉 這三個是哪一個是民進黨 講不出來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什麼叫做請全黨之力 趙紹康你的商品在這裡 賣照賣味 這個叫趙紹康 這個叫江啟成 這個是謝龍介跟柯知恩 換成假設民進黨請全黨之力的話 這個卡司要怎麼樣 這個江啟成要換蔡其昌 這個趙紹康要換蕭美琴 這個謝龍介要換黃偉哲 這個柯知恩要換陳其邁 請問一下以上四個人 哪一個人去基隆協助罷免過 陳其邁黃偉哲 蕭美琴 蔡其昌 哪一個人去基隆發動罷免過 沒有 一個都沒有 你們當初找山都的人來弄我 今天你基隆被罷免 到底哪一個民進黨 民黨兩個議員在巷子裡 開服務處擺個小小連署站 哇民進黨罷免謝國良 你趙紹康 你自己怎麼說你自己賣 你有看你自己的商品在這裡嗎 笑死人趙紹康 副總統選輸的已經很好笑了 現在越說話越來越好笑 好我們可以體會 顧問他的一個心情 那因為基隆人的心情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霸梁團體 他們真的是對基隆是有愛的 弄上去之後是不是清潔隊員 就是需要去把它清掉 因為市長有交代 所以他們也會變成是一個 工作上面有很多的任務要來 他們自己去穿好 不吃他人之手 好啦我們就 也是用一個愛基隆的心 這樣滑滑的沒關係 不然就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 什麼夢呢 來冠婷我請教 那個憲國良是不是對基隆有很多夢 比方說他夢想要有一個摩天輪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夢想 他說要把基隆的海岸變成Hawaii 變成夏威夷海灘 那因為我看到有人點出這個點 他要變成夏威夷海灘哪裡不行 好我先講 就是謝國良其實他很多 很有創意的一些想法 但後來基隆人都覺得你在耍猴氣嘛 假鬼假怪以外 對基隆完全不適用 過去我們剛才看到了 人工草皮亂撲 然後被人家發現 什麼地下道也撲 然後下面濕濕的 現在因為大家在討論 他到底該不會被罷免嘛 於是在翠上面有一個 應該算是媽媽啦 他就PO了一個 他之前聽過謝國良的演講 然後跟大家來分享 要把基隆打造成怎麼樣 他說要把海洋大學前面的海岸 弄得像夏威夷的海灘一樣 聽起來很美很棒對不對 如果可以像夏威夷海灘 我們必然的天空 海風吹過來 漂亮的沙灘 觀光幾點讚 但是這個媽媽她聽完之後 她說我真的覺得謝國良 怪怪的 因為基隆是沿岸這件事情 她不知道嗎 沿岸要變成沙灘 所以所有的這些市民 開始會重新反思 人工沙 又是人工沙 人工草皮 又人工沙 他什麼都不要天然的 他都要人工的 其實他沒有錯 夏威夷的外溪海灘 真的是人工沙灘 他底下是鋪水泥的 每天還要補沙子的 真的 所以真的是效法 夏威夷 這種效法 這種效法 要講清楚 不過還是很荒謬 搞都搞戲 但是第二個我覺得很恐怖 第二個事情是 因為謝國良上任的時候 搞了一些兒童樂園 室內兒童樂園 其實這對於親子來講 我是一個爸爸 我們帶女兒 家製要去哪裡 都是問題 這有票啊 這也會讓人民喜歡你 可是後來對謝國良是大扣分 結果同一貴媽媽 後來帶小朋友去的那一個 就是這個兒童樂園 室內兒童樂園 去了之後發現 裡面除了那些郵具都是塑膠的 然後很沒有質感以外 他居然聽那個音樂 都是放中國兒童的音樂 讓他很反感 就是說你怎麼在台灣 然後我們的政府部門 然後放的音樂 是中國的兒童的音樂 什麼音樂 蛙蛙蛙蛙蛙蛙 那個可能會比他年紀更低一點 就是那種 幼兒園的 對 就是一些兒歌 好慘 所以這樣的狀況 你基隆人當然對你會不滿 基隆人會覺得你奇怪 可是第三件是我自己要講的 我覺得謝國良最後如果真的 罷免第二九段有過 壓死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是他自己 他最近搞的其實都不是這一些什麼 市政做多爛什麼 是他用自己行政資源 去打壓這一次罷免的運動 就是說公民團體 老實講 跟我們民進黨的關係是 兩邊是真的克制到 你不要講說什麼 我們介入 我們到今天為止 就是只有那兩三個議員 然後服務處門口 給人家當擺一個連署站 他們所有的團體 所有的活動 什麼民進黨都沒有去現場 然後我們也沒有 整個去介入到當中 可是今天謝國良是怎麼樣 他自己是當事人 你就讓公務員 跟公民團體之間 維持一個 該怎麼服務市民 就怎麼服務市民的態度就好 我講結論就好 公民團體出來 氣數啊 控訴啊 到現在為止 沒有任何一場活動的路權 有成功申請到 路權全部擋掉 每一場都說 影響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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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不見你 你不要騙鬼了好不好 我們以前在政府單位服務過 如果你今天四線道的路 有一線道 影響路權 你要再辦活動 政府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要求說 你交通維持計畫要設好 你應該聘議交 現場要處理好 政府要做的事情是 協助你把這個活動 正常的把它辦完 可是你今天做的事情是什麼 窮急切的打壓 我們也看到前幾天 減蘇培爆料嘛 他們這些公民團體 因為在基隆當地被打壓 沒有足夠連署站 跑到台北 到台北 台北警察查水表 客運站的外面 大馬路的旁邊 台北的警察直接可以驗你身分證 然後偷偷摸摸的請一個組長 打電話給減蘇培說 因為有人檢舉 如果有人檢舉 就可以葉別人身分證 那台灣還有王法嗎 台灣還有國法嗎 這是你最不好的回憶 當時3Q 刪除了3 3Q行動的時候 許巧欣去幫忙接獎 羅志強去幫忙接獎 羅志強還送 羅志強提供宣傳車給他們 然後呢 這個是江啟臣 謝龍介 陳育貞 也來幫忙3Q 然後呢 顏寬恆跟佳誠更不言 直接說我是3Q總部的義工 對不對 滿滿的國民黨介入痕跡 3Q你說 全世界都可以罵民進黨介入這種活動 就國民黨不可以 因為國民黨介入你的時候介入超大的 其實大家都誤會了啦 不要哭 沒有真的沒有哭 我真的就是表現得很堅強 是嗎 我就看你現在講冷靜可以超過10秒鐘 我現在也要想辦法讓自己過得很好 我再跟你講個事情 這個活動結束了你就不是立委了對不對 對 結果這些人都變立委了 許巧欣是立委 羅志強是立委 謝龍介是立委 顏寬恆本來不是立委 是立委 江啟臣是副院長了 你們現在看到我是 你這樣還不哭 不可能哭啦 這是怎麼哭的 這個是一個正面精彩的對決 我只是輸一點 我又不是躺在那裡給人家打 他們也是被我逼出一村冷汗 他有一個logo叫找回光榮迎回台中 對 所以又要罷免我 他們找回來光榮叫林靜宜 也不是顏寬恆 對齁 這沒什麼好 所以我的邏輯很簡單 我必須要堅強 你們看到我好手好腳 可是我的政治生命已經斷手斷腳 所以我現在要用我殘缺的身體 給葉原資最後的溫柔 那個叫殘缺的溫柔 葉原資在那邊講說什麼 都是民進黨發起的 我聽了很不能理解 就是說當年 就是我們講三個人 一個叫韓國瑜 一個叫陳柏惟 一個是我在猜是謝國良 葉原資 韓國瑜怎麼面對他的罷免群眾 他是背對他們 對 什麼叫背對他們 他當時說的話 他自己講的 我這個沒有加油添出 他說 你民進黨的議員像個小牙籤 在我屁股搓啊搓 我都用 他真的這樣講 真的啊 真的你們自己去查 牙籤搓屁股他也比喻得出來 民進黨造謠產業鏈 沒黑產業鏈 我要退黑七宿才睡得著 他都不回答問題 人家質疑說你市政啊 你發大財啊 你去高雄幾個區背不出來 他都不回答嘛 然後最最粗魯的那句話就叫做 我用屁X看你們嘛 對 所以那個你的理人 他是背對著要罷免他的人 對 我至少是面對的 只是就打輸了 打輸 我跟大家講你 事實上是這一張圖裡面齁 這些人都是來蹭聲量的啦 唉唷 我會被罷免就只有一個原因 就只有一個人 其他都是多獎 就嚴寬很嘛 因為這個地盤就是藍大於綠 啊我們就是打輸人家就認輸嘛 就我一個社區棒球隊 跑去跟紐約洋基單挑 100場會輸99場 剛好2020那一場被我贏了 唉那時候彪哥多有氣勢啊 不挑戰不戒戰 介紹答答答 那時候多有氣勢啊 嚇死人了 所以當時 他那口音就是這樣 不挑戰不戒戰 介紹答答答 那時候真的嚇死人了耶彪哥 你還扛得住 年輕人那個時候都已經要退休了 為了他兒子又付出 這實在喔 力主 還讓爸爸回來 不難無跟連六位都沒有哭啊 沒有哭啦 有模仿彪哥 你知道那個時候蹭到什麼程度嗎 唉唷 我們念一下 我們念一下這些名單 光畫面上的這三個議員齁 許巧欣議員變立委 葉恩智議員變立委 羅志祥議員變立委 謝龍健 連台南的議員都可以變立委了 那裡面還有一個叫林菁姐 沒有變立委 所以這個板子太擠就放不上去 太擠放不上去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考慮一件事情 我開一個節目叫 罷免榮譽顧問 每集做一個 每集做一個這些人 當時的嘴臉跟劇本 會看喔 葉原芝 那個生於1988幾年幾月幾號 足於20 足於20 當時發言講過什麼 然後他是許利 他是許利農的誰 然後那個幾歲的時候 開始跟朱立倫 拍過什麼影片 他就收30分鐘 如果想要看這個節目 請匯款到這個 如果被切掉就是李正浩切掉了 根本沒有東西 根本沒有東西 好 剛剛只是講立委層級 這些人啊 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左右兩個是媒體就算了啦 中間這個是中國國民黨 2024年副總統候選人 喔 左邊兩個叫謝龍介 柯智恩 是2026年高雄台南的石轄市長候選人 趙紹康也來了 右邊這個是現任立法院副院長江啟成 也被認這個解讀是 2026年台中市直轄市長候選人 對 我們也就六都而已啊 你有三都的人 跑來罷免我了啊 哇塞 你這個才叫全黨打一人吧 你有看到陳其邁黃偉拙去基隆嗎 等一下 我跟你講 你們基隆是什麼卡司 我們都沒有政黨色彩 你們有卡司嗎 你們那個寫錢見你們邀請了誰 完全沒有 紅山雄 曹新城 都是名人 什麼紅山雄 什麼曹新城 再講一次你的卡司是什麼 三都市長候選人 三都 副總統阿酸領教 業員之委 還有戰鬥藍的領袖趙紹康 這個都算過得比較好 過得比較不好的是誰 誰 兩都副市長現任的喔 你有看到 有正照 右下角正照星 你有沒有看到 來 右邊第二張林毅華 你有沒有看到 有耶 右邊第二張 對對對 正照星星 你都混的擦的 都當直轄市副市長了 你知道我一瞬間 我就像個滷味一樣 既好吃又可以當樓梯走上去 你是他們的養分 你那個時候不來的 都不叫國民黨啊 沒有 你那時候 是他們存在的食糧 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沒有難過 當然那個過程會有情緒 但是結束了之後 我自己知道嘛 你好偉大 算不上你 根本根本哪有這些 你真的以為你們 你們這些人去那邊有幾票 你們有種這些人給我退檔 然後去跟顏寬仁選一場 看誰會贏 我被罷名 原因就是得罪顏寬仁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 很把GAME 就怕輸讓實力不如人家 四十年經營 對上一年十個月 我們就力求精進 再次來就好 可是啊 這些人很噁心的是 我跟你講 實力上輸就輸了 我打輸楊基隊 我打輸鹽寬仁輸就輸了 對 關你們什麼事啊 對啊 然後試過今天之後 你們 謝忍辣民進黨 介入謝國良 民國一國挑出來 你們民進黨要把 罵免禁事 要掛錢 要偏地瘋狂 我聽你在罵噗 如果你這樣子講是對的 如果民進黨罷免國民黨 叫偏地瘋狂 大人去嗎 小孩我做一年而已 好啦好啦 OK啦 等一下 老婆來 今天通告費加兩千 好不好 加兩千我自己給了 好不好 加兩千 好 四十年 在你國民黨 這麼多大人 對吧 這麼多什麼 撩住的啦 市長副市長 什麼副總統 在你打你的時候 什麼人去幫你打算 王蕊德 王蕊德 第一場 在我們這個 在這個 在我們烏日 辦一場說明會 不是 非常感動 那咧 正好一千分我 兩千都給你了 這是歲外收入 這等一下 這等一下可以用茶水 很麻煩 不會 兩千都沒有到鎮魚兒啦 我跟你講 我錄節目很少錄到 就是我笑到歪 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 意猶未激的感覺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這一題結束了 我們要換下一題 為什麼 因為本來 都這樣嘛 我講句難聽一點 你國民黨 我從昨天就有這種感覺 那昨天來賓沒3Q 我先幫老師CG先做好 準備給3Q 你國民黨是全世界介入罷免 對不對 最大辣辣的嘛 對不對 你黃捷那時候是 你是怎麼搞的 對不對 最大辣辣的嘛 就你現在 你們這樣介入 人家是江啟臣 趙少崗 對不對 裡面是張浩漢 洪生勇 對不對 我跟你講鄭文婷 鄭文婷 這搞什麼東西嘛 然後我再補充一句 朱立倫跟江啟臣水火不龍 他們唯一的公式就是 罷免陳柏惟 對 而且當年 我跟你講懂了 政治就知道 這張照片多可怕 這張一個叫江啟臣 紅派的少主 這是叫嚴寬 黑派的少主 我跟你講 國民黨自己選舉 紅黑都整合不了 罷免三個紅黑整合 一起去當人家義工 像油臉講別人 真的是難怪三位跟他氣成這樣 加兩千 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好不好 合情合理好不好